黑色小轎车不断催油门 但车声说什么就是不听使唤 在雪地中进退两难 另一条危险道路 也不断看见车辆在同样的位置 大滑撞车 之所以车祸频传 是因为又有冰封暴袭击美国 在德州和田纳西的孟非斯等地 虽然还不到下大雪 但是去树木早已结上一层冰霜 就连路边的共享滑板车 都挂着一条条冰柱 由于结冰路面太多 德州州长苦劝民众不要外出 摊开几时路况图 达拉斯到处是橘红标记 或显示道路封锁 加上这里是许多航空公司的 重要枢纽 空中交通又陷入混乱 而上次因为系统崩溃 被骂翻的西南航空 这次再度面临天后考验 也取消了大约40%的航班 旅客只能自探倒霉 包含田纳西阿肯色州还有密西西比州 也接连发出冰风暴警报 德州则预估整个礼拜都会处在零下低温 到了周三周四还可能出现强降雨 对提防洪水发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